此前,一名网红在直播中表示费玉清罹患癌症,且癌细胞已扩散,甚至传出小哥病危,在网络上引起不少议论,对此,费玉清哥哥张飞的经纪人表示此谣言纯属不实,竟有人在网络上谣传小哥病危一事,其目的令人匪夷所思。 费玉清初到47年,永远都是以一身西装饰人,有美轻柔的嗓音,让他叱咤歌谈多年,每年平均接50多场公演,更让他被关上演艺圈公务员的封号,辛劳工作又没什么物质欲望的他,据传名下财产超过20亿。 据《苹果日报》报导,受父母教育影响,费玉清在投资上多以房地产为主,据了解,中校东路一段到七段等高价位地段,都有费玉清的房产,外赚身价超过20亿也不无可能。 西夏五子的他,十分疼爱两位侄子,外界认为他去世后会将遗产留给侄子,对此张飞则表示不愿回答如此敏感的问题,似乎不想让钱影响到兄弟之间的感情。 不过,日前费玉清在受访时,曾表示有考虑要在离世后将全数财产捐献公益,如果想法至今没有改变的话,那么两名侄子将不会分得财产。 其实费玉清未善不欲人知,经常匿名捐助各个慈善团体,曾捐出约600万元给七个流浪动物公益单位,预估约上万纸,毛孩子,受贿,他还曾援助248名学童走进大学,对公益事业十分上心。 费玉清本名张燕婷,出生在台北一个普通家庭,是家里老妖。 上头有一姐姐和一哥哥,也是没想到,这姐弟三人后来都成了娱乐圈中的话题人物。 姐姐张燕琼,曾是一名歌手,后来顿入空门成了横竖法师。 哥哥张燕明成为了台湾这名主持人,一名张飞。 而费玉清,红遍两岸三的,费玉为歌坛长青树。 这简直是星光灿灿的一家人。 17岁那年,费玉清被姐姐推上了一档歌唱比赛,她以一首《烟雨斜阳》,拿下了第四名的成绩。 随后她被台湾流行音乐大师刘家昌发掘,签约成了一名歌手,正式开始演艺生涯。 因为嗓音温柔纯净,费玉清简直视当时歌坛的一股清流。 没过多久,她便凭借《晚安区》、《孟陀琳》、《易姐梅》等京区拿奖无数,迅速走红。 娱乐圈更新换代迅速,新人层出不穷,乐坛的潮流也在不断变化中,老一辈的歌手要不转变风格,要不渐渐沉寂。 费玉清固执地唱着那些老调的情歌,坚持着她独特的唱腔和风格,却切切实实地活到了现在。 费玉清在乐坛,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 去她的演唱会现场会发现,她的粉丝群体遍布老中青三代,简直是乐坛的奇观。 费玉清闯荡演艺圈47年仅仅只有二段绯闻,虽然曾传出和日本女友密婚的消息,以及和天后将会的暧昧情,只可惜最后仍然无疾而终。 除了这两段感情,费玉清的感情始终是个谜,也被人传出喜欢男人,甚至是处男,不过费玉清都能幽默化解。 众人也疑惑,为何如今67岁的她却始终未婚,独来独往。 在费玉清刚刚出道几年,歌手生涯小游起色时,她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爱情。 去日本演出时,她认识了一个日本女孩,名叫安景千惠。 年少的爱情总是来得那么轻易,两人相识相知后迅速相爱了。 虽然身为一名艺人,费玉清却为了给女友安全感, 丝毫不避讳会谈论这段感情,在公众场合,也牢牢牵住对方的手,更公开表明对方就是她的未婚妻。 那时,她是奔着一辈子去的,甚至在媒体前求了婚。 两人举办了盛大的订婚仪式。 然而,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无奈,在无能为力的年纪,偏偏遇上那个最想要照顾一生的人。 安景千惠是日本的名门望族,她父母看不上家境贫寒,以歌唱为事业的费玉清。 对方要求,结婚可以,但费玉清必须放弃演艺事业,移民日本,当一名入罪女婿。 这一番话深深地伤害了费玉清的人格尊严,她对安景千惠说,我是不会去日本的,你要走我就送你离开。 于是,相爱的两人中就没能抵过世俗,最终解除了婚约。 而这段感情,也成为了费玉清唯一公开的一段恋情。 除此之外,费玉清与江慧的关系密切,也曾是众人讨论的焦点,费玉清曾自爆半夜开车到女方家,泡茶聊天到天亮,还交代晚辈未来扫墓的时候,江慧的墓在旁边,也要记得一起打扫,让江慧感动地表示,如果费玉清向她求婚会答应。 只可惜,两人最后也是没结果。 对此,也有人疑惑为什么费玉清没能和江慧在一起呢? 而费玉清早在退休前,就已经解释过不娶江慧原因,根据三立新闻网,报导,江慧过去参加节目,综艺大哥大,时,突然开玩笑对张飞说,突然有种想嫁给你的感觉,随后又改口,但是,我感觉我还是跟你小弟比较和。 张飞则是大方响应,江慧若是真的喜欢费玉清,我愿意。 而费玉清在2019年最后一场丰漫演唱会上时大方对江慧告白,表明两人在一起压力很大,但以我们的交情,两家都蛮有意思的,甚至感性地说,她把江慧放在心底很重要的位置。 不过,费玉清随后也不改综艺搞笑性格,直言自己无法给江慧幸福,因为自己的前列线有一些阻塞,和江慧只能说是心有余,而力不足。 此外,张飞,费玉清及江慧的三角恋非文至今让外界物理看花,而亲姐姐横述法师在2020年曾上节目爆料,费玉清与江慧早期都为了爱美,不吃不喝把自己搞成瘦巴巴的,江慧不是妈妈喜欢的类型,妈妈比较喜欢像我一样,比较圆润,胖一点的女人,江慧那时候的脸很轻瘦。 横述法师也极力撇清费玉清和江慧灵养小孩一事,强调并非外界所传,而且江慧与张飞之间更是不可能的,强力否定三角恋的绯闻。 虽然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的真实性,但是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费玉清依然独生,依旧洒脱地活在这个世上。 有多少人,喜欢一个人一件事,能耗费一辈子的时间? 费玉清做到了,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,她都保持着初心始终如一。 她总说自己喜欢唱歌,感谢大家给她机会为她捧唱,在唱歌这件事上她坚持了47年,那时所有人都以为她会一直唱下去。 然而,某一天,费玉清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一篇手写信,至2019年巡回演唱会结束后,我将正式退出演艺工作。 在信中,她倒清了缘由,这么多年来,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,我一直快步向前,却也忽略了欣赏沿途的风景。 当父母亲都去世后,我顿失了人生的归属,没有了她们的关注与分享,绚丽的舞台让我感到更孤独,掌声也填补了我的失落,去到任何地方演出都会让我触景伤情。 我知道是我该停下来的时候了。 2010年,费玉清的母亲去世,她哭得不能自己,后悔一直忙于工作未能给予她更多的陪伴,此后每每谈及,都无法释怀。 母亲去世后,她将所有的爱与关注都给了父亲,因为她明白了生命无常,人生有太多的追悔莫及。 然而2017年,父亲还是离开了她。 由于在外地工作,她甚至没能看到父亲的最后一眼。 父母逝去,姐弟三人又早已走向了人生的不同方向,她对过往的一切一下就释然了。 2019年11月7日,在告别演唱会上,费玉清一就梳着一丝不苟的发行,穿着西装领带。 站上台的第一件事便是居了一躬,感谢歌迷来听她的演唱会,不好意思,又让您破费了。 也许是因为最后一场,她难得地说了一番心里话,我也是一般人,总是会情绪起伏,身为一个歌者,就是在寻觅她的知音,各位朋友,你们就是我的知音。 说到自己无儿无女,台下的观众纷纷大喊,你还有我们啊。 费玉清感动之余,又敢盲说,不敢当不敢当。 最后,她郑重地说了一声再见,祝大家好花常开,好景常在,各位朋友,珍重再见,谢谢各位。 惊喜一别,忠诚绝唱,做了47年的费玉清,如今,她终于做回张艳婷了。 据悉,费玉清退圈之后的生活十分简单,可以用咸云野鹤来形容她的动态,照顾花草之余,剩下的时间就是养养小动物,偶尔的时候还会外出旅游。 此前也有网友扒出费玉清的百瓶豪宅,不少粉丝也觉得费玉清如果退休后住在那里,也是挺清幽的。 过去费玉清和哥哥张飞一起主持综艺节目,就曾经公开自己的豪宅,让制作单位前往拍摄,费玉清的私宅都以宿敬的白色,米色油漆装潢,相当简单素雅,其中还有一间房间是专门打麻将的娱乐房,而费玉清的卧房,也是几乎没有太多柜子等杂物,看上去相当简洁。 另外费玉清还介绍了客厅,空间看起来相当大,目测光是客厅至少就有时评,而费玉清还特别介绍了墙上的字画,说这是他人身作又名,不管古今世事,勇为天地闲人,他也说很多事情自己都不强求,也很善待自己,并说一直希望不管古今世事,愿勇为天地闲人,这一直是我在追寻的一种生活的境界。 祝福费玉清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尽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快乐生活,享受人生。